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法华经 借地倦 从从地涌出到如来寿亮 都是世尊与武处 菩萨 弥勒菩萨的硬化的事迹 也就是告诉一切行者 你已然知道的东西以大局心体 为根本建立面临回光的目标 那因为所有的一切都在决心上面 面面参就的如是的根本的决定心 那就是阿易多 阿者是一切法大总实义 义者是此心必定能够勇宰 必定能够担当义 多者是能骗一切法中自在意 你要是离拜入世的国体 那这份如是决体上就是念念不处 念念不处就是 你就是在这一面之中将来必定成佛 所以哪一步的世尊成佛之时 世家成佛之时将来成佛的不是弥勒 所以弥勒在这两卷 弥勒菩萨在这两卷当机 就是告诉你 念念就在如是的大决体上去体会 既然是大决体上的体会 你就自然知道这个决体无始竭来 从来不失 虽然我们现在是用现前的意念 念念之间参就如是的绝照 但是你参就如是的绝照时 你是根本相信如是的绝体 根本本来常驻 从来不失 从来不随你 深深念念 你能不能明白 这一面大决心体的根本 从来不深深念念 那叫做才知道 诸佛无量节来 毅然成佛 那个无量节就是在所有的一切 现前的一切力量作用之中 所以节字从一个去 从一个离 你又不知道无量节来 那一面心 本来早是成佛 你就会跺在现前以为 还有种族修行 念念归家的 以为的现有的种种造作 你若是还有 但有一点造作 那都不堪称为弥勒 都不堪称为古处 都不堪称为阿易多 所以既然是以阿易多为当机 就是要告诉你 一年之间都要知道 无来受量 那么无量节来 早已成佛 你若是明白那一面心 早已成佛时 虽然现在在现前处 我们还有一面心 好似就是在如释法中 念念做如释观想 念念归家 但是我们念念观想 念念归家 我们所发的一切的发心 使你已经在心底 命令俱下 本来的决心 从而不失的大决心底 念念向他去认 所以作用上面 似乎就有现前 现前的诸多菩萨的功德 将近菩萨的功德 你能看到的一切的菩萨的功德 都是你现在在一切行为之中 明白觉体知识 所流露出来的 所有一切万恨 但是你可曾知道 你能看到 现前的一切万恨的成就 哪怕是你看到你普处 念念之间 都在决心上所参的明乐 你要知道 它其实都是你 潜在心意识之中 那你的觉体之中 根本你看不到的力量 为你推动的绝招 你明白那叫觉体 现在于是乎在现前 就有种种行为 你明白觉体能现出现前的行为 也是觉体在情意识中 为你涌出的种种 现前的种种归加的功恨 所以那一些菩萨 你是看不到 那都是在你根本心地深处 地下中处 你将来要是真正能够在补处 就是你明白是明了时 你念念之间在如是补处时 你才能够看到从地涌出 那意思就是 你虽然看到我现在的修行 是我的愿力 但是你在这个愿力之中 你都知道这些愿力 来自于根本不灭的福星 涌出的那一些 你从来不认得他 他也根本不立种种名 也不信种种相的 本来自信之中的 本来信中的大路 那个叫从地有出品 所以那个弥勒菩萨说 我意不见 我意不认识 为什么说弥勒菩萨说不认识 因为这一面心根本不可能认识 如是你心中的如是的作用 什么时候你才能够如实见 你真能够明白是大绝石 不能认识处 不能显像处 他都从地涌出 你才能见 才能够现 什么叫不能认识处 不能显像处 将来一程 你明白是佛心识 才能从地涌出 因为那都是一体的决体 一体的决体 现前的行为之时 其实是在潜在意识 有种种的功恨 种种的力量为你推动 有那么多的功恨 去那么多的力量为你推动 但是你现在看到的是 现在当前的明目 或说弥勒 或说种种菩萨的功恨 但你不知道 这一切明目的菩萨的功恨 都来自于这些种种在背后 潜在意识的种种力量 现前 这些本来它不是显像 但是什么时候 你才能够在不能显像处 你才能够看得到如是像呢 是你真正明白 如是心底时 你才能够在你现前的 一切功恨之时 你才能够看进你心中 那个根本别人看不到的 地下之中的 所有心地之中的 一切的菩萨的完恨 所以法马经讲的 从地有出品 但是已经到了地卷五 从最初开始就要告诉你 自知当作佛 从最初开始就要告诉你 念念都要在决心上面参了 所以当了卷五之时 你若是真正都能够 深入如是决心 念念都在如是决照上面 老实情跟念念回光 你被看得到在你心底深处 涌现的种种功恨 涌现的种种 从今不知名的种种智慧 当你能够看到 如是不知名的智慧时 你才能够真正相信 这一面佛性 根本无始皆来 从来没有生灭 从来没有灭盘 因为你知道他没有灭盘 所以你将来才能够 挣得如是决心 因为你知道他从来不灭盘 所以你将来所起的一切的公恨 那才能够与无为相依 因为这样也不是求来的将来的道恨 而是你是念念在一切行为之中 虽然我要假借种种行为 去不断地纠正现在的过去反情的流转 但是你在纠正反情流转之时 你都会思维 你为什么要纠正如是反情的流转 是因为你根本背离如是决体 你要知道那个决体 根本当下从来不随他流转 因为他不随他流转 所以他数量无尽 因为你相信决体的数量无尽 所以你虽然现前 好像做种种修行的公恨 你却能在修行的一切公恨之中 你将来必正无为 必正阿诺多罗三秒三不停 那是成佛的法画 那才是真正懂得大圣佛法之中 尤其是天台讲的成佛的道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